由印第安娜六馬的灌籃隊 搭配吉祥物Boomer 一同炒熱氣氛 NBA球星Valino Gallinari 保島之旅的最後一個公開行程 是來到了位在新北市的明智科大 擔任第一屆Junior NBA 籃球訓練營的開幕式嘉賓 而面對現場所有8到12歲 小朋友同言同語的提問 Gello全都一一回答 不過這位小妹妹問的問題 好像讓人有點尷尬耶 他在NBA的時候是哪一隊的 I played in New York 他打過紐約 Denver 打過丹佛金塊 LA 他打過洛杉磯快艇 and now I don't know 哎唷 好啦好啦 童言無忌嘛 不過看到訓練營現場有這麼多的小球員 也讓Gellinari想起了自己以前參加訓練營的時光 除了磨練球技 Gello坦言訓練營最重要的是結交更多 有相同喜好的好麻吉 我能夠跟某些人和新人見面 其實我跟Barniani和Bellinelli一起參加 我們在15、16歲一起參加 第一次見到NBA球員很開心 然後就剛好拿了我的鞋子給他簽名 之前就只在電視上看到NBA球型 現在就看到了 所以最喜歡的球員是誰 小小年紀就這麼會說話 這個小朋友不簡單啊 不過是說這次的Junior NBA訓練營 將會從7月8號開始 展開圍棋五天的課程 主辦單位也會依照學員的年齡 進行分題訓練 除了是讓小球員可以教學相掌 另外就像是Gello說的一樣 希望能讓他們交到更多趣味相同的好朋友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